7月1日 剛過了元旦 新北市長侯友宜 親自在元宵燈籠提字 但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呢 市場2024會想寫在上面嗎 好 改變就在過 聽到2024後 已轉了一下燈籠 強調改變要從這裡開始 被市委2024總統可能人選 傳出規劃找他來接棒新北 7年關心公共事務 或參政這件事情 我都覺得這是我們要 繼續推動的工作 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主席 又是新北女婿的立委江啟成 實際上由他接棒 參戰新北市長補選 已經傳聞多時 而身為江啟成的小舅子 新北市議員劉哲章這樣說 陳委員他以前就倉住在新店嗎 是 那他也是新北的女婿 他因為跟我的辦公室 有成立一個中央地方的 編合辦公室處 其實他一直在關心心肺 如果有機會 我覺得他應該會依不同的地方 我現在是新北市的市長 我每天努力的把握當下 把新北市的每一項工作 都好好把它做好 這才是我現在該做的本分跟角色 儘管侯友宜態度曖昧 但江啟成辦公室回應 沒有相關規劃 2024是總統立委大選 表態會全力爭取立委年任 而戰鬥欄發起人趙秀康 也立功侯友宜應該表態選2.24 喊話要組成夢幻藍 點名黨主席朱立倫 當立法院長也不錯 趙董 很多的意見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現階段因為每一個人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樣 先把角色做好 大家共同攜手合作 即便強調自己還是新北市長 但侯市長的圓難致詞 首度提及國際局勢 強調我們絕對不是強國的棋子 備戰2024似乎已經秀出端倫 好 那麼剛剛建昌兄說 到每年四五月進行 國來所有的人都一定是在討論 國民黨 總統好選人 也是誰 換句話說 接下來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的出現 應該是一個很複雜 競爭非常激烈 甚至血淋淋的鬥爭的一個局面 那剛剛這個范老師有說 說趙少康其實是瞧不起侯友宜的 為什麼 趙少康一九八一年當時都當選臺北市議員 當然他跟阿扁 那時候是國民黨是蔣經國時期 他如果在市議員是金銅 而且連戰連勝 政治金銅 政治金銅 跟阿扁PK 所以他對國民黨裡面 他是什麼 鄭藍旗 我們知道叫庚正苗紅 雖然他的父親也是什麼中央軍校畢業 可是他主要是靠自己 在蔣經國那個時代 對抗民進黨 對抗台獨 他有戰功的嘛 所以他當初我們看到一九八九年 他成立在國民黨 成立新國民黨連線 後來一九九三年 他跳出國民黨成立新黨 新國 國民黨連線都是新黨的前身 對 他們當時就是覺得 這個國民黨是我們這些人扛起來的 是我們這些外省經營扛起來的 所以在他們心目中 其實這種跟習近平 他們的觀點很像 習近平他們這些紅二代認為說 這個共產黨是誰建立的 我老爸 習仲勳 所以我們這種紅二代 你們這些什麼江澤民 胡錦濤 你們這些什麼團派 你們是打工仔 我才是真正繼承共產黨的那個紅色血液 紅色血脈 金車燈也是這樣想 所以你看這種這種血脈說 就是跟鄭苗紅 同樣的再照他來講 你侯友宜是什麼 你侯友宜就是我們國民黨的打工仔 你就是我們的一個警察 就是這個警察 你打工的現在竟然要當老闆 你現在當老闆 你當我老闆 李登輝我都受不了了 李登輝好歹是蔣經國 不管你是他怎麼選的 是蔣經國清訂的 那你侯友宜是什麼 而且你侯友宜 而在二零零六年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成為警政署長 全臺灣警察從一線三 警大畢業 要成為警政署長 比登天還難 那個主上要積得 積多少 我覺得每個國家的警察頭子 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紅玉哥他有幾歲 四十九歲 創下臺灣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警政署長 就對講 對趙雅康來講 你侯友宜就是被骨 你就是被骨 就是被骨 就是你就是跟著 這個陳水扁藍皮綠骨 所以我覺得今天 不要講趙雅康 二零零八年 馬英九當上總統 五二零當上總統 第一件事什麼 侯友宜警政署長位置 拉下來 去當警察大學校長 雖然他的位階 跟警政署長是一樣的 可是沒有實權 那為什麼 一天都不能容忍 那叫冷凍 已經忍很久了 忍兩年了 凍不住啊 一定要把你換下來 那種仇恨 就是你侯友宜 你就是靠阿扁 你今天跑來國民黨 你要選總統 我問你 馬英九受得了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今天馬英九 趙少康 馬英九的父親 馬赫林 也是當初國民黨的大官 當過台大的國民黨的 黨部的主委 郝龍斌的父親 郝伯春 當過參謀總長 這些人看到侯友宜 你就是把我們辦事的 把我們提皮箱的 好不好 提皮箱的 你今天要變成我們的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不能接受 我覺得這些質疑會出來 所以我認為為什麼 趙少康說要辯論 我怎麼樣 我都要讓你侯友宜 在那個辯論台上難堪 辯到你沒有臉出來選 國民黨的初選 我就是要逼你 而且我不出來沒關係 我跟你侯友宜綁在一起 我不選沒關係 我也不能讓你選 這就是一種玉石俱焚 所以他一直推郭台銘 對 是不是郭台銘也無所謂 但是最起碼不能讓侯友宜 所以你這樣的一種藍皮綠骨 那我們國民黨關門算了 所以趙雷公眼中 他是侯友宜一直是個叛徒嗎 當然是叛徒 蠻有的這麼認為的 只是因為你這次 但是我真的覺得大勢 因為他的確新北市選很漂亮 那個的確是不得了 但是我認為侯友宜現在 幹什麼事情 可是侯友宜有基層 趙雷公哪來基層 問題是 所以你看他現在為什麼要結合 臺北 基隆 桃園 宜蘭 這幾個執政縣市 他要玩一大盤棋 他要地方包圍中央 我結合了林芝廟 我結合了蔣萬安 這些人 甚至你說桃園 新竹 對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些人怎麼看侯友宜 你以為侯友宜一聲令下 大家就跟著走嗎 蔣萬安樂意嗎 未必 蔣萬安可能想說 你想幹嘛 張善征樂意嗎 張善征樂意嗎 朱立倫樂意嗎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打的如意算盤 就是整個北部 就是我侯家軍 大家生其生的是侯 那個字寫一個 寫一個侯字 你寫那個將軍 那其實都有信 問題是我不認為會這麼順利 而且我認為趙少康這些人 會從中作梗 分裂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場亂局 會一直延伸到 他們本來說三月份要決定 我覺得很難 所以你看會有初選 我覺得趙少康 因為有初選才有辯論 所以我覺得都是活旗 趙少康絕不可能讓朱立倫說 好像把侯友宜 我們這個我們就是禮讓你 我們就是徵召你 你也不用辯論 你就順理成章的成為 侯友宜想要這樣 想要這樣 但是我認為趙少康絕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他一定會告訴你 這不符合民主原則 這個是辜負了新北市市民 他這個東西一講出來之後 那朱立倫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趙少康未來 在整場選舉 他城市不足 他敗事一定有餘 是 那請教一下廷衛兄 這個侯友宜說 我們不要當強國的棋子 你覺得美國會怎麼看他 這個以前南韓有個前總統 他也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南韓想要當作東北亞的平衡者 結果後來被美國搞下台 那個是誰 那個那個是前後來跳樓 然後後來這個日本有一個前首相 叫做鳥山尤季夫 他說要把美軍從沃克拉瓦趕出去 結果不到九個月的這樣的一個首相任期 也被美國拉下來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美國在整個區域的影響力是非常大 他必須要配合他圍堵中國的策略 如果你的策略是讓他變成一個亞太印太地區的漏洞來講的話 我相信美國會適時的處理 那我適時的處理 不是說去干涉你的國格或什麼東西的 而是他會用一些民主的方式 去達到民主的正當程序 讓你合法的下台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看起來侯友宜本身來講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真正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專家來教導他 他自己 就像上一次他寫我是故我在 是一樣的意思 寫完之後他搞不清楚什麼叫做我是故我在 然後底下弄一大堆 文膽寫的 弄到最後來講的話 他根本會錯意了 什麼叫做我是故我在 所以另外一句話就是說 他為什麼講出這句話 其實他是在跟深藍的在對話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被大家看成是過往來講 民進黨拉拔長大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他要去交心 其實他的地位跟韓國瑜 其實差不多一樣 我的意思說國民黨內部的上流國民黨 剛剛老師有提到 上流國民黨看不起這種底下階層的國民黨 以前韓國瑜要出現的時候 上流的國民黨 就像馬英九類類的 就貴族 貴族國民黨那一類 就像這個馬英九 他們是跟鄭苗紅的 在宮廷 宮廷當中長大那一種 跟一般的傳統 比如說在眷村長大的 搞過四海幫的 或是搞過什麼樣的這一種的 我的意思是說那種平民的國民黨的 他們是看不起的 那其實侯友宜他本身來講警察出身 大家都知道 他本來是為就是說在警戒服務 那其實在國民黨內部來講 在警戒服務算是蠻low的 大家那個過程 我最早知道 給予臺北市行大 對 所以但是就是說 因為他得票數最高 他的民意支持度 到目前為止 在國民黨內來講的話 朱立倫會害怕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他現在其實要思考 到底是二零二四 我要是推一個是強棒出來 還是二零二四我要推一個 是自己認為是自己是強棒出來 就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到底是民眾支持的 還是你國民黨自己內部支持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你的意思是他已經得罪美國了 他已經得罪美國了 就像上一次盧秀燕也得罪美國一樣 後來他也是極力想要去跟美國修好 然後我相信侯友宜 他也是這樣的概念 其實語文英文都不是問題 那個其實都有翻譯 重點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臺灣不想當強國之間的棋子 你可以中美都講到 你不要只有講 看起來好像大家指的 你講強國是講美國嘛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他講出這句話 代表他有野心 但是沒有準備好 沒有準備好 沒有準備好 那中國會怎麼看他 中國已經把他認定跟朱立倫同等位階了 上一次江澤民去世的時候 那個曝文 那個後來西華王不是出來嗎 就把列出五個人嗎 就是朱立倫擺第一 侯友宜擺第二 他就把侯友宜的地位已經拉到 跟朱立倫一樣位階了 所以其實對共產黨來講的話他做他自己的 但是他希望是什麼東西 還是有一個國民黨一個強棒出來 去打擊民進黨 去把民進黨拉下台 那這個人或許他看起來有可能是侯友宜 但是他們也沒有抱持很樂觀的一個希望 為什麼呢 因為侯友宜在兩岸關係當中 他的論述還沒有拿出來 他在整個國際格局當中 台灣的定位是什麼 他也還沒拿出來 所以他必須要把這個東西 跟全世界交代清楚 我聽說他幾個國前都找老師 但是那個老師可能是 我不好意思講 可能是彈劉學 早做故事班 對對對 有可能是這個概念 因為你昨天說你要好好找老師 不然你想想看 當選之後 如果台積電搬到中國大陸怎麼樣 全世界全部慌了 我跟你講 那個完全不一樣 那你覺得他以後未來談到國政 這種議題或國際的議題 會更失分嗎 我覺得會 從他講出這句話出來 我就覺得他已經開始失分了 因為我嚴格講 其實我以前也講過類似的話 不過那時候是當學者在講類似的話 你當政治人物不能講這種話 當學者你可以客觀的去講說 我們不想當作什麼大國之間的棋子之類的 華爾街日報也曾經登過 我講過的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美國人來警告我說 我們從來沒辦法當棋子 其實美國人也會告訴你說 你不是棋子 你如果是官員的話你怎麼辦 一定是會當面來跟你 跟你跟你跟你教育一下 來 玉川兄 就是說 說一個猴友魚 這些老鼠鬼大家都沒頭髮 猴友魚現在是美國人的眼中 還是照燒看眼中 韓國的就是這個猴友魚 這個人是航航 航航你知道嗎 就是說搞不清楚 裝光是在那邊好台好台 就是說他講到國際 講到這個兩岸 講到經貿的關係 因為他過期的訓練 沒有很多 剛剛老師有說 他說他做警察 做這個 新法治的副市長 又市長 他沒有受過這種兩岸 國際國家安全還是經貿 全世界經貿布局的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照燒看 堅持抽選 要去辦各地 都去辦什麼說明會 辯論會 他就是要把猴友魚撈開 就是說 店問你就不會影 現在問你美中台 你也搞不清楚 現在問你說 台積電現在要去美國 還是要去中國 還是要去新南鄉 還是要去歐洲 他可能也說不出來 說不出來 他怎麼說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事 他如果店去問一桌 他就要倒一桌 所以對照燒看來說 照燒看也知道 給他一桌 這個地步他說不出來 所以如果國民黨拿名 給他 國民黨會很漏氣 所以照燒看 把這個局都打掉 就是說 我們辦辯論 討論一些進市 給他就說不出來 所以現在這個 狀況會變成說 照燒看 因為照燒看 有中國的廣播公司 有那個飛碟電台 每天他全民亂講 飛碟電台 飛碟電台 六十九八 每天就在戰鬥 我問你 這個照燒看 如果在他的電視台 台中的政府裡面說 說我們就是這個總統出選 就是要辯論 至少要辦十場 坐在那裡的戰鬥欄 跟他說話 如果即使有挺好友 也跟他說還是不要好了 這樣會分裂 整軍都要支持 整軍支持之後 照燒看的富汁 台銘 這個立委 他會開始戰鬥你知道嗎 他說這句你太老了 七十幾個你不通 跟徐曉鑫 跟徐鑫 跟徐鑫 都他在支揮 所以到這裡 國民黨要參加 立委超選的人都要聽他的 所以這個勢力是形成後 侯友宜也會怕 所以對照燒看來說 他賺這個機會 整隊 後來先把侯友宜 研討 侯友宜如果去問國際兩岸 那個什麼 全球的經貿課題 侯友宜說不出來 不管你找什麼老師都一樣 他過去的分裂就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剛才說 怕說關稅壁壘 他會跟你說出壁壘分明 因為那壁壘是什麼 營業 搞不清楚 又壁壘又分明 那不是那個東西 這樣看起來國民黨的初選的辯論 好像比總統大選辯論還精采 對 因為竟然問一道 侯友宜就要繞一道 所以不知道說侯友宜 這幾個月才會趕快準備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他過去的真正的投入 打的切 他的訓練 他的經驗 我相信今天晚上侯友宜 侯市長看你這樣說 他很不服氣 林委員要跟我補充 我簡單的補充 一個最新的訊息就是 我們知道國台辦 現在換宋濤上來 宋濤那個最新 今天他在這個PO文表示說 他近期之內要跟台灣的有志之士 要來商討兩個事情 一個就是和平統一 再來就是要一國兩制 所以現在侯友宜講說 台灣不要做強國的棋子 所以言下之意 就像剛剛我們提到的 他的這些有關於台灣的定位 台灣的立場 跟兩岸的論述等等 他也會被檢驗 我覺得今天就應該好好的 用宋濤的話 記者就應該去問 那侯友宜那請問一下 現在宋濤跟有志之士 來接觸的時候 你侯友宜會不會跟他接觸 你是不是屬於 台灣內部的有志之士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來討論這兩件事情 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的價值是什麼 這個馬上可以把他問到 不過廷文兄 有說國民黨有所謂的貴族國民黨 以馬英九這種人為代表 那指責是什麼 指責算是接地氣的國民黨 選好幾次議員 我覺得他應該是接地氣 那選舉選好幾次 應該是接地氣 這個談完國民黨 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 因為這個蘇維兄 他今天有來 然後他是這個民眾黨的中評會 中評會的主委 也是立委賴香檸辦公室的主任 那後來他遲了 他遲了 那他遲了 他說過期撻掘了 他把柯文哲這個LINE寫了很多 但柯文哲從來沒有跟他回答 但是竟然他離開以後 他竟然跟他只是要錢而已 說你二十萬交了沒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這樣的訊息 當然會覺得說好像在被討債一樣 退出民眾黨隔天 只得到催繳前的LINE訊息 前民眾黨中評委林樹暉 控訴柯文哲過去對訊息不讀不回 現在關心 只為了問職務捐處理了嗎 柯文哲說自己是諷刺林樹暉 但卻默默調降了民眾黨黨值職務捐額度 從二零二三年起 中評委上繳的募款 從二十萬對半砍 以往中央委員要募一百萬 也改成五十萬 二零二一年 已經有一位中央委員 一位中央評議委員 不願意交款 不願意募款而離職 二零二一年 也有好幾位中央委員 跟中央評議委員 因為募款額度不足 黨還最後不得不用寬限的方式 讓他們延期交款 一直延到二零二二年的三月 林樹暉透露 柯文哲要求黨值負擔數十萬到百萬 募款額度 但早就引發部分黨員不滿 前民眾黨高層柯玉安也控訴 黨公職就算募款百萬 全力異物也差很遠 中央委員捐一百萬 但實際上他一年只能跟 黨主席開會十二次 那扣掉這樣出一出 平均每開一次會 你要繳八萬塊這樣 那我講是很缺錢啊 為什麼不太多天就 民眾他很缺紀律 黨內高層球區被解讀 恐怕爆出跳船潮 柯文哲一邊嘴硬對抗植物捐 一邊降低募款額度減壓 以免糧草先成了壓垮士氣的稻草 我先請教書衛生 你這樣跟民眾黨多久了 我跟民眾黨是因為賴襄林委員的關係 因為賴委員當時被提名 部分區立委 那我是他的辦公室 在他辦公室工作 那我所以我陪伴 陪伴他一路來加入民眾黨 是 是 你這樣進去跟柯文哲 賴幾百 來 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跟柯文哲主席 賴的全部的記錄 對 那大家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跟他的賴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我後來他才當選 這個民眾黨的中平會主任委員之後 我才來跟他加賴 這裡可以看見 從二零二一年的八月到現在 二零二一年八月 你開始把他閃爛就對了 對對對 二零二一年八月 現在二零二三年的一月嘛 對 這樣多久 一共一年多 一年多 你閃爛他不要跟你回嗎 從來沒有回過 這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接到 柯文哲主席的LINE 這一次人接到柯文哲主席的LINE 他是幫你寫什麼 他寫的內容就叫做 職務捐處理了嗎 職務捐處理了嗎 來要錢的 職務捐是要多少 事實上我們去年 我去年個人也有捐了二十萬 不是我捐 就是我來募款 募了二十萬元進來 那今年呢 到了2022年 應該是還要再捐二十萬進來 那他我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傳賴給他 主要是要跟他講 我十二月二十八號 中平會開了一個會議 會議紀錄裡面 所提到就是 這個有人頭黨代表的問題 應該要處理 中平會要調查了 那可是他也沒有關心這個是 對黨的制度也不關心 他只在乎你的二十萬腳的 OK 好 所以我看你也很不等 怎麼說你知道嗎 你注意看這裡 2022年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其實是一月二號 所以這差不多四五天前 對 有一個人想要你說 蘇輝主委好 主任你好 關於委員2022年職務募款金 再次提醒您關於2022年 職務募款金額上有新台幣二十萬 序余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前 繳期 謝謝 二十八號通知你三十一號之前 要繳二十萬嘛 對不對 對 但是灰也給你寫不中的 你的灰也不是這支灰 對 我的灰是日軍灰 但是他給你寫這支灰 對啊 你中平委 中平委主委名也給你寫不中的 這就是黨內 黨工對於這個黨的職務 是不是有認真尊重的一個態度 你有招募嗎 議員有招募嗎 我2021年的 繳了 2022年 我在2022年十二月三十號 已經宣布退黨 正式退出 那一天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之所以傳給他 我是好意 把我的會議紀錄 傳給他看說 我工作上還是要讓你知道一下 做個交接嘛 很可惜他傳給我 他不在乎這個有沒有交接 不在乎這個體制 他只在乎你繳錢了嗎 終於接到主席的賴了 OK 這個你當賴相鄰的主任的時候 你叫柯文哲不夠的就是你嗎 對啊 他所講的這個誰家的狗帶回去管好 我覺得他這個當時他指涉的 應該就是講賴委員這個事 那我是賴委員的辦公室主任 那大家都清楚 他講的就是我 你讓他不夠之後 你們家的人歡迎什麼 其實說實在話 他從頭到尾 他雖然在臉書上有寫說要道歉 當時他有打電話給賴委員 可是我是當事人 他一句話也沒跟我說 後來見到面 他也沒提起這件事 我的家人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非常的生氣 像我媽媽就本來 他對柯文哲印象也很好 可是從這件事之後 他再也非常討厭柯文哲 那我的弟弟 本來也都會支持民眾黨 從這件事情之後 他說他這輩子 再也不會投給民眾黨 對啊 你本來為什麼對於英雄好 我是因為 隨著賴委員的關係一路進去 其實我的主管 我的老闆施拉委員 那柯文哲主席 他的為人處事 我想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心裡面自有評價 整個民眾黨變成一人政黨 那這個甚至跟黑金掛鉤 甚至在比如說在苗栗的時候 去跟東東井 這個勾勾搭搭 等等 那大家心裡面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你剛才說到這個中東井 柯文哲說卸任市長之後 第一站拜訪的就是中東井 中東井上以什麼 上以一個神采飛揚 同心揚玻璃藝品 柯文哲上以什麼 上以八年白皮書 柯P管理學 你怎麼看柯文哲 他也要選總統 最近幾天 在十二月三十號 去年的十二月三十號中午 我跟柯文哲的團隊 一位局長 在一個里長的尾牙餐會裡面 有碰到面 我就豪意問他說 柯文哲請你們這些團隊 局處首長 有沒有一個告別院 有一個畢業典禮 老實說 你一個首長 或一個將軍或一個元帥 你要趕招他們過去幾年 對你這個團隊 或是對你個人的一個賣命 我認為這是基本的 做一個政治人物 或是政治工作者 一個領導者應該做 應有的作為 但是那個局長給我說 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從柯文哲 這一個領導哲學 我跟我們說 台北市府的團隊 應該是速導福尊散 我認為柯文哲他過去八年 或是四年說領導這些人 對他沒有感恩再得 我記得一個政治領袖 你說阿伯 李定輝 你說宋楚瑜 他們在當一個團隊的領袖的時候 他們真的有帶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 待人待心 所以第一個 我認為柯文哲 他這個東西失效 第一個 第二個我的觀察 沒有錯 他現在想選總統 他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對 在未來這一年裡面 他的聲量還是很高 但是他的聲量高 是為了讓他無意中生出來的 這個很奇怪的台灣民眾黨 要繼續生存下去 但是我認為他的壽命 甚至於不會比親民黨還要長久 我說坦白的 我們正在觀察就好 意思是說他這要刷牙嗎 我認為他當然今年不會刷牙 2024他一定的全國聲量 會有一些部分區的立委 他這個選票還是會維持住 但是到2026 2026選舉又開始了 我認為他的聲量就會減低很多 也成為 慢慢的成為一個 臺灣政壇過氣性的人物 老實說我最煩惱的 剛才我們在談那個議題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侯友宜最大的資產 他的最大資產在哪裡 他最大的資產 是叫做藍比利股 真的 我李宣昌今天公關在這裡 講這種話 他最大的資產是被罵為 他藍比利股 然後是陳水扁栽培 他當這個警政 警政老大 因為你就對他不討厭 搞不好還偷他 他就是 他老實說 他這是他的最大資產 他只要在國民黨裡面 經得起一關一關的考驗的話 我認為是民進黨 非常大的挑戰 他只要睡午睡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我認為他在祭農 在蕭農 一些敵人的敵意 我認為民進黨 聰明 聰明 不可等閒下肢 你不可以等閒四肢 不可以等閒四肢 藍比利股這四個字 是侯友宜的資產 很大的資產 很大的資產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句話 好 那談到柯文哲 他說他的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臺灣 縱望關懷基金會 那四叉貓就笑 拜託你這樣笑 你以前說成立基金會是魔鬼的誘惑 柯文哲曾經講 他最大的驕傲就是沒有基金會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如果有基金會 你跟人家拿錢 就不曉得要怎麼還人家 益川雄 如果他現在成立基金會 要給他收錢 後面要怎麼行 他成立基金會就是要收錢 不然他成立基金會創什麼 要怎麼行 要怎麼行 如果他選到總統的時候 就要去行 如果沒條呢 沒條就都輸了 柯文哲是那個 柯文哲很愛錢 所以你看他民眾黨一年 國交給他七千九百萬 他也沒要交出來 還叫立委一個交兩個 兩個工位助理的扣打 一年六十萬出來 兩個大概百二萬 這都交出來之後他又沒辦法 他又把他中央董部 民眾黨的董部 把他刷去立法院黨團 連水電都省 連人家的廚藏室 要跟他們砲通 要做的辦公室 又問說定路可以加蓋 就是說這些東西都顯示柯文哲 他很愛錢 他也知道選機 只有成為候選人才成為擬參選人 所以他現在開始啟動 他要選總統 他要做國政的規劃 他要選總統 要提名這些立委 他需要一些金費 他才會先進這個金費 所以他連輸費二十萬 他就要他投了 輸費就沒在空 九二十萬 柯文哲開 柯文哲每天都... 每天都台湾這樣 農流人驚來驚去 他第一站 他第一站不是走去總統 他現在第一站走去 走去雲林 你不記得嗎 他雲林找阿米 找倡利善音 現在來去找總統 所以對於他來說 他現在就說可以 可以拿錢就快拿 所以柯文哲你要設計 你什麼縱望所歸 什麼縱望基金費 你如果去收到原上的錢 你就要緊 我告訴你 原上如果知道你基金費 給大家的錢 費一費 我看你也不行 那你看他在政壇 還有幾年 跟親民黨的關係 這個政黨 才有幾個 第一是中國新黨 德招少康 郁牧民 什麼陳奎苗 他們那一座倒了 還有李總統的 那個臺連 臺連現在也泡沫 對民眾黨來說 他沒有很深厚的這個基礎 柯文哲因為講話越來越不好笑 十年前說得很好笑 所以少年來說 真的讚 講出我們的心聲 這邊都射不分藍綠 說很好笑的 現在柯文哲說都不好笑 不好笑 年輕人就不會 所以民眾黨就越來越來泡沫 發去 這島不分區立委 應該也更贏了時代力量 這島不分區立委 可是下一個階段 2024 2024 所以下一階段 包括管齊 頂管齊議員 都會柯文哲 自己還挑這次選 不然我看民眾黨也很快就泡沫 富老師 的確我覺得就是說 11月26號這次那個縣市長選舉 其實讓柯文哲整個泡沫破掉了 他在選前 第一個他還是市長 他要哪裡去都有媒體跟著 他有很大的網路聲量 然後他又很會製造話題 然後那個時候國民黨感覺是遙遙欲墜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柯文哲是直接是很想把國民黨給併了 而且我認為那時候國民黨 甚至有人認為說 跟柯文哲合作是可以的 結果126選完之後 國民黨大勝 柯文哲本來大家以為說 他每一個縣市長 縣市議員 他都有每個選區都有提名一席 應該都會上 結果選也不如大預期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現在就是 國民黨怎麼看待柯文哲 就看不起你 因為你這選太差了 所以他整個破功了 他破功之後就是國民黨 現在沒有人跟他合作了 變成他竟然只能夠自食其力 那加上他禮拜一到禮拜五 在臺大當醫生 他不可能什麼造勢 他現在只能是週末六日 他可以去哪裡跑來跑去 可能有點沒理解效果 但是每況愈下 OK 好 不過這個就是今天 視差貓 這個劉宇他說的 他說 我記得那時候 孝龍斌做起床 孝龍斌告訴他 臺北市的未長餘額是一千四百六十八億 那到二零一五年 柯文哲開始做起床 做起床那一年 因為他稅入 減稅出 其實還有三百幾億 所以他說他就開始貧金 這個是二零一五年一千三百 未長餘額一千三百億 後來變成一千一百六十八 後來變成一千零四十八 後來變成九百三十八 這四年 你如果說每年 未長餘額都八百九十八 八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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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視差貓 他後面四年都沒有還半毛錢 建東兄 阿開為什麼 其實後面這四年 柯市府的財政績是很差的 真的很差 這個我認為他把那個一千五百塊的 這個淨老津貼 把他起銷掉之後 其實他有很多的這個額外發揮 額外的發揮 這些額外發揮 譬如說那時候 老實說好像是好農賓四五時代 每個禮 或是每個禮 有兩台車要去做市政參觀 但是這些市政參觀的 這個車輛的數目跟人數 在後面幾年都增加了 再增加了 然後不管是老人共產 或是其他的一些藥像 他為了要彌補 要去修補 他把這個一千五百塊的 這個淨老津貼 把他拿掉這個罪 這個罪 他就加了很多 加了很多額外的這個福利 所以老實說 這四年裡面 他認為他這樣就夠了 他認為這樣有所交代 OK 好 四川網是說 說柯文哲第一任有在還債 第二任不管引以多少 他就是沒有拿去還債了 他說臺北市負債 連續四年都是八百九十八億 他說只有第一任還債 但是他可以講八年 這就是柯文哲 好 那接下來 因為民進黨這邊輸 那蘇呢 說鄭文燦也認為 這個民進黨的兩岸論述要調整 那副總統賴清德 這個代理黨主席陳其邁 不約而同的拋出 和平保台新名詞 來取代抗中保台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邊走邊聊 兩人有說有笑 元旦這一天 蔡總統和賴副總統 一起發紅包袋和春聯 太大了 謝謝 太大了 謝謝 學業進步 繼蔡總統日前公開稱 賴清德是適合的接班人選後 元旦記者會上兩人再度合體 互動也成交點 同抗中保台 調整到和平保台 請教總統和賴副 謝謝 你要回家嗎 沒有 這是總統 第四個選手 好 那我就一併回答 賴清德伸出雙手展現尊重 而蔡總統在元旦談話中 對兩岸關係許了新的願望 他是用一個比較和緩的方式 來表達 我們在2023年 那我們共同的課題是什麼呢 我覺得 以後兩岸人民 恢復健康而有序的交往 那麼在這個同時 我們也有共同的義務 要來維持台海 跟區域的會議穩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新年賀池中 未提統一關鍵制 標示兩岸一家親 但共機還是在這一天 老台十五乍次越過中線 我要提醒 台灣周邊的解放軍的軍事活動 並無助於兩岸的關係 呼籲對岸降低軍事威脅 和平是主基調 而事實上副總統賴清德 日前就曾拋出四字心血 台灣我們是不是應該 骨抵共存 好平保台 如果沒有任何一個 違反的國家 要來侵略台灣 兵人台灣 其實我們很希望 大家可以好平相處 包括民進黨代理黨魁 陳其邁和前桃園市長 鄭文燦 近期也都拋出相同論述 事實上蔡總統去年 國慶演說 就像對岸遞出橄欖枝 元旦談話再度強調 最終目的還是和平 我想請教一下廷慧兄 改成和平保台 這個口號你是怎麼看 那需不需要一個非常 嚴謹的論述 我先講澄清一件事情 抗中保台這四個字 過往是民進黨的所謂的政策 就兩岸政策論述 其實我們一直在找 我們學界都一直在找 到底是誰第一個先講抗中保台 這個智慧 後來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前輩有沒有很多其他的資料 但是至少我聽到的是 從朱立倫在罵說 要罷免陳柏惟的時候 那時候喊出說 只要是抗中保台立委 就要罷免掉 所以抗中保台 根本不是民進黨的政策 民進黨好像從來沒有 因為從小英講的是 這個維持現狀 他沒有在講說什麼抗中保台 抗中這些字眼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如果賴副總統 他有自己的論述 比如說這個和平保台 那所謂的和平保台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嚴格來講的話 我觀察到一些 就是概念就是說 沒有人想要發生戰爭 其實說真的對岸 也沒有想要發生戰爭 那問題是 這個引起戰爭的東西 對岸在嗆聲或是在恐嚇 包括習近平講說 不放棄武力犯台 最好是他要跟我們併吞 所以這個這個話又說回來 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我們千萬不能用理想主義 去看待兩岸問題 你如果說要說 既希望在對岸的和平上面 你就會發生跟一九五一年的西藏 是一樣的 沒有一樣的意思 西藏裡面也分兩派 一派要合中 一派要抗中 都在達賴喇嘛 那邊作為抗中 那合中跑到北京去 跟他切十七條 切完十七條之後 結果什麼 解放軍就進入到拉薩 解放軍就進入到西藏 那反而讓戰爭發生 反而讓武力鎮壓發生 這就是什麼什麼事情 就是說你對北京被共產黨 我想不一定是全中國 是對共產黨 你用這種卑躬屈膝的方式 來處理兩岸關係 或處理這種西藏 跟中國問題的時候 你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被併吞 或是被武力鎮壓 他也不會管你說 到底是裡面的人權 什麼狀況不會 他就是用武力的方式 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如果說 在中間的過程當中 你要讓共產黨看你 就是說讓你視落 你變成說 你這邊在視落的情況之下 那我告訴你 他絕對會讓你 刁得你死死的 所以他不可能 這種這種政權 基本上是不能 所以喊和平保台 台灣人就接受了嗎 就是說你的和平保台 是讓台灣不要發生 這場戰爭 而產生和平 我相信沒有人敢打 沒有人想要去打仗 而且我在強調一件事情 包含台灣關係法裡面 寫到一條 第二條裡面有提到 美國他有先前說 中國你有對他承諾 承諾什麼東西 要和平處理 台灣問題 如果你用武力的方式 處理台灣問題的話 不好意思 他有可能要斷交 為什麼 因為他跟他建交的前提要件 是他承諾他要用和平方式 處理台灣問題 馬英九今天繼續喊 二零二四是戰爭和平的選擇 因為票投國民黨兩岸就沒有戰場 可是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他依然延續這樣的話題 主軸到二零二四年 那民進黨要怎麼破壞 畫和平保台有辦法嗎 習近平在元旦的時候 沒有講祖國統一 那麼小英總統說 那為什麼元旦的時候 你還派戰機來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昨天的元旦 習近平在十二月三十一 巡礼發表新年賀辭 在兩岸關係上面 他語氣變軟了 說提到海峽兩岸一家親 忠心希望兩岸同胞相向而行 洗手並進 共創中華民族綿長福祉 去年他提到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兩岸同胞的共同信任 十二月三十一 他是這樣講的 可是在十二月三十一 還有這個昨天各有一批 殲十殲十六的戰機闖越台灣海峽中線的北側 而且史無前例的破進到桃園新竹的外海 二十四海里臨街區的空域 北部臨海的三支天空飛彈 愛國者飛彈的基地 當天紅點目標警訓大響 我們各自實施戰備 空軍緊急調用空機實施攔截 共機挑釁 測試北部防空意味明顯 習近平調子放軟了 可是戰機越接近台灣 這是什麼意思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三支和萬里飛彈基地 紅點目標警訓大象 傳出空軍還緊急調用空戰機 十支攔截 這重點就指向北部 那這很清楚 而且他已經快到達臨街區 要怎麼樣去應變 我們又講過不開第一槍 那在這個時候 中共抓到我們的把柄 二零二三年 他會到達臨街區 甚至到我們領空上口 而且他會搭配有人機跟無人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年賀詞 才語氣放緩題 兩岸一家親 沒想到共機就囂張競逼北台灣 也讓綠尾痛批根本壓霸 這是習近平的兩面手法 我們面對中國還是要謹慎 但中國不只持續武力威嚇台灣 戰狼外交也沒聽過 中國駐法大使館12月31號 就在官方推特PO文指出 中國必然統一 含嗆瞎 台獨會被祖國碾碎 只不過大批法國網友 也立刻幫台灣發聲 嗆瞎中國會變成西台灣 不好意思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儘管蔡總統元旦台化 向中國釋出善意 但從共機競逼北台灣空域來看 新的一年 中共對台文攻武嚇仍然會持續下去 我方也得嚴加防範 好 那麼請大家看這個圖 這是十二月三十一號 即便習近平這樣 但是中國的戰機非常接近台灣的 二十四海里 那按照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副研究員接種他說 國防部有必要說明 剪圖細節 如果以圖示所見 共機其實懷疑已經穿越我國空軍 在北部空域所畫射的 R9 R11的其中一個禁航區 禁航區你不能開一台 我國在海峽東側 畫射有四個訓練用禁航區 是海峽中線默契的重要支撐 默契就說你已經不會這次 若共機開始常態性 在中線東側實施訓練 將穿越我國禁航區成為常態 空軍戰機怎麼因應處置 將嚴重考驗國軍 那前空軍的副司令張延廷 認為共機此舉是在創造個案 逐步深入海峽中線以東 以直變創造量變 在近我臨街區的空域 進行訓練 試圖製造一種常態 我就有一時候讓你覺得 我滾一滴了 你沒關係 這個事情對台灣來講非常危險 那我想請教一下林委員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 他對於台灣的策略 應該就是他們很慣用的 一手拉一手打 對 過去其實這種所謂愛台 什麼多小項的政策 或者是什麼會台方案 他其實都是嘗試著用撒錢 懷柔的方式做統戰 但是這個軟頭勤固 這樣的一個做法 包括其實以前對於共軍 到我們的領航區等等 其實他就是一直持續的 不斷不斷的在推進 這個軟頭勤固是有的 有一個是說軟頭勤固 有一個是溫水煮青蛙嘛 過去我們看共軍 一陣子來一台兩台三台 一開始是會怕的 到現在其實一年統計下來 都是上百價上千價次的時候 民眾開始慢慢的是有鬆懈的 那這樣的鬆懈 第一個當然也造成了 國軍當然在戰力上面的消耗 然後也製造這種威嚇威懾的感覺 那尤其是惡物戰爭之後 所以我們其實這一次 在我們11月26號敗選之後 也討論過嘛 兩岸之間的情勢 確實也影響到了現在的一些中間選民 或者是一般民眾 對於兩岸情勢發展的變化 這個也是為什麼剛剛其實 鄭大哥你特別要帶到討論說 到底是不是我們從抗中保台 然後換了一個說法 變成是所謂的和平保台 其實在這樣的這個說法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民進黨一直以來是以保台 為一個最重要的基調 就是維護自由民主的台灣 可是在維護的過程當中 也隨著整個國際環境的不一樣 包括你對岸上來的領導人 邢濟平是一個什麼樣的領導人 是一個現在會繼續做法 一代一代做下去的 包括你看他現在把這個 戰狼外交的秦剛 現在這個整個拉上來 外交部長 對 外交部長 拉上來的時候 他確實是要展現強硬的部分 那面對這種 我們其實是要和平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和平 我們就變成很軟弱 然後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我捍衛自己的過程 不是為了想要跟中國對答 我是要保護好我自己 那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但是國民黨的看法就是說 他也支持 比方說國內的這個戰備的加強 可是他認為他能跟共產黨對話 民進黨不行 所以民進黨喊那個 喊那個和平保台 你們的利潤基礎是什麼 我們就是 其實就是要自己 是不是這樣 國民黨是不是這樣 防備好 是 是啊 08年到16年 確實兩岸的交流 兩岸關係比較和緩 兩岸交流溝通也比較順暢 蔡英文上來 基本上是走政治零和的路線 那當然他們現在要調整 我尊重 可是確實現在目前看到是口號 你內容是什麼 你怎麼做 如果你沒有兩岸有一些政治基礎 互信等等 要怎麼和平 要怎麼對話溝通 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不公平的一個論述 包括利潤基礎 二零 馬英九在任內的時候 他就一直讓 就是反正你要什麼 我給你什麼 反正只要你願意跟我談就好 可是民黨上來之後 我們其實不是不願意跟對岸談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國民黨一直都 一歐龍誓導 然後故意去做這個邏輯置換 其實是對岸對我們以讀不回 從來不理我們 我們推出的很多的 包括原本已經簽訂的 什麼互打打擊互助 這等等 兩岸之間就要是他們斷絕了 這個部分不來跟我們談 可是我覺得剛剛 廷輝兄講那個有道理 就是西藏當時的組合派 後來反而把艦隊引進來了 應該這樣講 賴清德在上月24號 提到了和平保台 那我們看到的 代主席陳其邁在28號 也同樣提到了和平保台 我覺得這就是要化解 就是這次在縣市長選舉當中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不管是趙少康 不管是馬英九 他們提到了票投民進黨 青年上戰場 這件這個話 極確有影響 那特別是我們現在已經恢復 把這個四個月的兵役 恢復成一年 很多人說這些年輕人 就是要上戰場 甚至要進墳場 就把他做這樣的一種 那我覺得現在講到和平保台就是說 我們我們是希望和平 但是和平絕對不是卑躬屈期 和平絕對不是投降 而是要怎麼樣強化 我們的國防 我們的兵役恢復成一年 也是為了追求和平 而不是為了要上戰場 我覺得這就是國民黨 現在又有一種感覺是 中國對我們的親門踏戶 視而不見 那個好像那個就是 反正習慣了嘛 反而是我們在 我們在抗中是我們是挑釁 我們是trouble maker 我們是造成中國 甚至我看到藍營海媒體說 你看到你幹嘛要邀請 佩洛西來台灣訪問 你自己至少苦吃 佩洛西來台灣訪問 我們拒絕他 就不會有中國的這個軍機 或者是導彈的試射 是這樣子嗎 那我覺得這樣的和平不是和平 我覺得今天要強調和平 本來是我們要和平 民進黨追求的也是和平 民進黨不是在製造麻煩 不是trouble maker 但是我們要強化我們的國防 我們要強化我們的實力 因為有實力 中國才不會誤判情勢 中國才不會越來越一步 才能夠確保和平 所以同樣要和平 但是方法不一樣 我不曉得國民黨要去怎麼跟對外談 剛講到今天中國的最新的國台辦的 這個國台辦主任 宋濤他講什麼 他說是要引導兩岸同胞 就國家統一 展開對話限殺 他要談什麼 國家統一 他又談的意思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玩國家統一展開 廣泛深入協商 講兩次國家統一 你今天國民黨去談 就是談什麼國家統一 那我問你 朱立倫要談什麼 是我當了統一之後 我朱立倫能當什麼嗎 不能當政協副主席嗎 我們國民黨要分配什麼位置嗎 他已經把那個前提律定了 而且就是一國兩制 已經不跟你談什麼 臺灣是一個什麼 所謂的政治實體 臺灣也可以保持軍隊 他現在連臺灣有軍隊都已經不談了 所以我認為那個就是引軍 引軍入歐 我不曉得朱立倫要把臺灣引入哪個瘟 你要怎麼去跟宋濤談說 我不要兩岸統一 小英總統說他有注意到習近平用比較和緩的方式表達 但是他要提醒 臺灣周邊解放軍的軍事活動 並無助於兩岸關係跟區域和平的穩定 小英也說 我們看到中國升溫的疫情 如果有需要 基於人道關懷的立場 我們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 幫助更多人走出疫情 有個健康而平安的新年 我請教廷文兄 現在國台辦好像對於我們的善意 沒有回應 他說視而不見 只要是民進黨所提了任何的建議 即便是好的建議 他們在所謂的民族大意之前 他們完全是視而不見 所以這個東西你不用太寄望於他 我有看到他們的回應 學者的回應 中國學者說什麼人道 你要講中華民族兒女的感情 對 所以就完全就是這個雞蛋裡挑骨頭 他反正就是告訴你說 你反正是放出來的訊息 都是你的前提要件 比如說你講去講一中 或者是講九二共識 你這東西你要接受 他才會繼續跟你談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習近平 他就用這個東西來逼你 那習近平他那個東西 其實聽聽就好 他沒講的他會去做 他講的他不見得會去做 所以你不要去相信他的話語數 因為共產黨話語數都是很厲害 長期以來你跟共產黨有周旋過的 那為什麼他現在趕這個越過海峽中線 而且很接近我們的 就是創造新的常態 而且他就不斷在測試你 那為什麼習近平 他就用這個東西來逼你 那習近平他那個東西 其實聽聽就好 他沒講的他會去做 他講的他不見得會去做 所以你不要去相信 他的話語數 因為共產黨話語數都是很厲害 長期以來你跟共產黨有周旋過的 你就知道 那為什麼他現在趕這個越過海峽中線 而且很接近我們的 就是創造新的常態 而且他在不斷在測試你壓力測試 那我們該怎麼辦 測試你的反應怎麼樣 我覺得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國防部早就有一套東西了 人家中國俄羅斯的這個軍艦 進入到南韓領空 南韓領空馬上F-16起降之後 直接發射一百多顆子彈 這叫射擊驅離 你不記得要馬上攻擊他 你可以先威脅他 警告不是威脅他 警告他要求他馬上離開 他不離開馬上做射擊 射擊要求離開 這叫射擊威脅要求離開射擊警告 所以人家各國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如果你真的自己這個戰機 因為他這一次來講的話 全部都是所謂的殲系列的戰機 他不是用所謂的運輸機 或是用所謂的偵察機來刺探你 他全部都是用殲系列 殲-11 殲-16 殘舊機 對 所以他是刻意來刺探你 看你的防空能力怎麼樣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更加 秀出你的防空能力 了解 你就算沒打到也沒關係 就是你要放出你的 因為上一次無人機 北海無人機侵入到南海的時候 南海馬上發射很多這個防空的系統 結果雖然沒有打到 但是至少證明了他的這個實力在哪裡 以及他的這個這個這個決心在哪裡 所以要讓對岸知道你的決心跟實力 這時候他不敢再造次 他絕對下一次就不敢再過來 蘇維兄要補充 這一次這個習近平他的元旦談話裡面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有一幅他跟習近平 習近平跟這個胡錦濤 以及江澤民的這個 他們的合照 特別放在他的書房裡面 這也顯示了 為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當時 我們在十月的時候 看到這個這個胡錦濤被參出去 可是為什麼現在馬上就轉變的態度 那顯然現在中國大陸的內部 在政治歧視上面 有出了一些問題 必須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穩住江派 來穩住過去的這些派系的領袖 派系的人 所以未來我們可以看 未來這個